近日 曾因维权引热议的深圳保安尖港山花园 再次出圈 581名业主联名签署的拒收房声明书 并请求对尖港山置业进行2.27亿处罚 2020年11月 尖港山1号花园推出914套住宅入室 销售均价约8.8万元每 总价约679万元至2075万元每套 开盘吸引2120批买家参与 历经8个小时后受空 而在随后楼盘开发过程中 尖港山花园多次被爆出楼体外墙脱落 骨包等质量问题 引发业主担忧 为进一步看清情况 有业主曾选择无人机方式取证 但无人机在外围公园取证时便被开发商击落 随后 深圳市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以及开发商均回应称 会加强检查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会进行重新施工 但似乎这个结果并没有让业主满意 该小区业主称 在提出建设实务和规划方案不一致的投诉后 规则局保安局仍然避重就轻 对明显不符合图纸设计要求的违规备案行为避而不谈 对自身存在的工作失职 独职行为进行狡辩 对开发商的违法违规建设行为进行包庇 对此 业主请求深圳市规划和自然管理局 对尖港山一号花园行政处罚2.27亿元 对深圳市尖港山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横峰房地产有限公司处罚4700万元 拆除瓷砖外墙以及金属铝板 并对深圳规则局进行调查 对深圳市尖港山一号花园行政处罚